这个头顶冒烟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就在小卡拉要把女人送去西北时 一辆带火的摩托从天而降 用脚摩擦地板 随后翻下车 从车上的包姜就可以看出 这个车主的身份不简单 通红的铁链 外加帅气的脸庞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诡异 附近的小卡拉一动都不敢动 接着摇晃着脑袋 将手放在胸口举过头顶 丧彪下令让手下把他截裹 然而子弹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反手一个回旋彪 将男人化为灰烬 而周围也出现了一种无形的结界 压迫感随之由然而生 他转过身发现有小卡拉正盯着他 接着张开血盆大口 要将老头的灵魂给吞掉 但觉得他的年纪太老 直接将把他捏成碎片 而身后的小卡拉 从后背向拿出枪 递给小胖 在火焰战士转过身时 朝着他一顿突突 他发现了地上的小孩 但又出来两个不怕死的家伙 这一次 由于子弹威力太大 差点歇菜 丧彪又上膛一发火箭弹 随后将小男孩押送到黑皮车上 而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 身上只是受了点轻微的伤 他接到一个任务 要将恶魔之子救出 自己就能摆脱诅咒的幸运 他能够通过血气 发现男孩的位置 但小帅发现自己 失去了这个能力 他必须要在小男孩变异前找到 于是来到了地下黑市 让小卡拉提供男孩的位置 他要在三天内找到 否则诅咒会让他领盒饭 这是一辆火焰战车 男人骑上摩托 他的身体里有个恶魔 必须三天内解除掉自己的诅咒 否则的话 他将会消失 而他的任务 就是找到恶魔之子 一群小卡拉发现了要来的小帅 拿出了84年的跟踪导弹 通过热成像 找到了他的位置 随后将一发跟踪弹发射出去 而他直接找到 骑着火焰战车的小帅 小卡拉以为顺利得将他解决 可眼前的一幕 让他吓得瞬间哑巴呆住了 只见男人手持铁链 好端端地站在原地 显然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接着小帅在无数的炮火中 将几个卡拉咪送去西北 另一名小卡拉准备逃跑 直接一个回手标 但地面突然出现一颗手榴弹 一声炮响之下 他直接漂浮在天空之上 接着以每秒80米的速度旋转 无数的子弹射到他嘴里 却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随后又是酷吃一口 身后的丧彪又拿来了超级武器 但男人的移动速度太快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将开关打开 把小帅送到万米高空之上 在一声爆炸声中 他又从火堆中爬出 一群小卡拉拿起M4对他一顿秃秃 但造成不了实质性的伤害 接着他爬到高架之上 将设备发动 他新的火焰战车又出现了 驾驶着战车对地面的小卡拉发起进攻 要把丧彪的基地弄成粉碎 而女人已经带着孩子逃出来 他将准备偷袭的小卡拉抓住 接着追上正在离开的女人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发生意外 一个头顶发火的男人 将女人的身体拽到天上 却被身后的小男孩阻止 他将女人放下 慢慢走向男孩 但他似乎不受自己控制 不断地摇晃着自己的脑袋 来到小男孩身边 随后跪在地上 在一团乌云中 变回了人的样子 男人名叫小帅 他接到一个任务 要将恶魔之子交给上帝 而他就能摆脱被诅咒的束缚 于是把小男孩送到上帝这里 但上帝不是要把男孩度化 而是要把恶魔之子杀掉 准备下手时 却来到一个神秘的空间 同样拥有恶魔之躯的男人 将这些假上帝送去西北 并且将小孩送到魔神这里 因为他要夺舍这个男孩的身体 从而获得不死不灭之身 就在他准备完成祭祀时 小帅带着小伙伴 准备将男孩救出 接着将几名看守者送去西北 两人成功潜入到魔神的基地 大能率先出现 将两名看门的解决 小帅偷偷地溜进来 而此时两人的仪式就要完成 一双灵魂巨手正在夺舍 几个信徒被小黑送去西北 而小帅上来就是给魔神一个巴掌 但他的手就像受到什么限制 无法靠近男孩 起来的老头一把 将小帅扔到地上 很快就被魔神的手下抓住 他跪倒在地 正在等待着恶魔的审判 而小男孩走出 小帅劝他不要成为魔神的祭品 找回本来属于你的自由 并通过意念让男孩签订契约 接着他冲到男人面前 吐出一口八二年的三味争火 他重新获得更强的能力 叫来了自己的火焰战车 追上正在逃跑的恶魔之主 外加一个第五魂技 用铁链将恶魔之主的车打翻 他缓缓走向 还没完成蜕变的魔神 接着将它扔到万米高空 重重摔到地上 而魔神最终回到地狱 小帅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尽管他没将魔咒去除 但他救下了没有恶念的孩子 天使和恶魔只是一念之间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